還有一種留言就是說 教頭你被利用了 這也是我很看不慣的一個地方 我跟Lean還有King 我們是認識了至少有十年的朋友了 這十年的過程中 我受到他們的幫助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好我是King 那今天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被這個標題吸引進來 前幾天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教頭他突然間有拍了一部就是 關於訴說他跟我還有Lean之間的關係 主要他是說到 我們對於他過去種種的一些幫助 我們之間的十年交情 那一次他有透過就是電話 Line有說他想要拍這個影片 我跟Lean是跟他講說啦 不希望他拍這個影片 因為畢竟現在實在是太多人在 不斷的攻擊抹黑造謠 那導致於說呢 我們不希望他進來去淌這個渾水 畢竟懂你的人理解你的人 他自然不會受這些影響 可是如果說今天他並不是這一些 他甚至是根本沒有在看影片的局外人 他單純就是想要參與這一次的紛爭 然後趁機落井下石來做一個攻擊 來滿足自己現實當中的自卑 來獲得成就感 其實這樣子的人非常多 我完全不會去在意這些留言 如果你們說的一字一句 完全都不是現實 生活當中實際所發生的 甚至是你根本沒有參與過我的人生 你沒有資格來評論我們是怎麼樣的人 因為你無法定義啊 在鏡頭面前我們所呈現出來的 這是鏡頭前 那鏡頭底下的我們怎麼相處 你們清楚嗎 做這些猜測做這些評論有什麼意義 平台就是用來做一個 大家開心大家放鬆來開心看影片 不喜歡 那就找一個你自己喜歡欣賞的人來看 就這麼簡單 那今天呢要做的主題主要是 想跟大家聊聊 我們跟教頭之間是怎麼認識的 那這段時間為什麼教頭他願意這一次的事情 他站出來想要替我們說些話 即便我們告訴他千萬不可 他還是堅持拍了一個三分鐘的短片 首先呢我們跟教頭認識啊 是在2019年以及2010年的時候 那當時呢我跟Lian在一個大型連鎖的美髮店 當學徒 教頭那個時候他其實是一個學生 大學就讀素德科技大學的流行設計科 他算是半路出家 他本來不是這個科系 然後他突然間轉到美髮科 所以說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那起初看到他的時候其實就覺得他是一個很貪厚老實的人啊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容易被欺負的一個人 因為他那個時候戴著一個眼鏡 在店裡一起相處的時候 起初一開始我完全不認識他 也沒有特別講過話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我們是半工半讀 所以說時間上有時候跟他比較少碰面 他在店裡啊 時常被一些同事的助理 都會去因為他善良 因為他好說話 因為他心軟 所以一直不斷的欺負他 有客人要洗頭 一顆頭 25塊錢 他們就 班表都故意給他亂用 就是給他去洗 那那些耍小心機的助理呢 他們就去燙頭髮 他們就去做一些高單價的抽成的工作 各位你們覺得 這樣是不是很過分啊 當然啊 我們看不下去啊 站出來挺他 幫他跟這個助理 或是攝影師講說 為什麼都會做這種舉動 來欺負一個新人 那後來有一次啊 我們在總公司 我們要考試 考這個美法的技術晉級考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去上廁所 上廁所的時候 突然間教頭 他的一個同學 同班同學 也在同一間店工作 比他早來 他那個時候呢 就站到我旁邊 邊尿尿的時候 他就說 欸KID 我跟你講啊 上薰喔 他等下考試一定不會過啦 我那時候聽了 一句話我都沒講 我心想 你跟他是同學 那為什麼你會來跟我講這種話 而且他也沒有做什麼 對不起你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在背後講一下這個 後來呢 我們就進去考試啊 考試結果出來呢 教頭確實他沒有過 他只過了一個 他的同學一個都沒過 那當然我是全部都過 因為畢竟我比較資深嘛 好 這個是一個點 好 再來 因為他在店裡其實常被欺負 那那個時候他其實 被人家叮啊 被人家酸 被人家嘴炮 從來都不會回一句話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怎麼回 就是 他完全不懂什麼是反擊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跟他很常相處 每天都跟他一起去吃 宵夜 去吃東西 那漸漸的呢 他跟我們相處久了 從我們身上也學了一些 如何跟人應對 的這一些話 慢慢的 他開始 懂得跟人家說 不 我不要 我不喜歡 你不要這樣子 他慢慢的開始這樣子 然後包括 其實他的媽媽也很感謝我們 因為 我們其實 算還蠻照顧他的 就是 他過程中啊 不管是被人家欺負或嘲笑 我們其實都是會站出來幫他 很多事情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時代的眼淚 首先 大家看到這樣照片 就是當時我們一起參加春酒 那我們 那個時候的頭真的是 非常的 不知道該怎麼講 很恐怖 就是所謂的好厘頭吧 那 再來呢 當時我們其實一起合拍了蠻多的照片 然後就是 那個時候很流行嘛 我們還會一起下了班 然後就用那個面膜在那邊敷 那敷完之後我還幫他上傳到臉書上面 就還蠻好笑的 我跟教頭 就是我們在美髮上課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呢 在表演說 欸我會飛檢喔 然後我就說 啊 你不要這樣用啦 欸等一下用到手 結果沒有錯 下一秒就是大家圖片所看到的 教頭當時跟我說 大哥怎麼辦啊 我這個手會不會怎樣啊 我不會去看醫生啊 那個時候真的很好笑 不過只是小小的畫到 沒什麼太大的事情 教頭他那個時候 其實因為我們已經準備要當設計師了 可是他因為學習的速度 說真的比較慢 他的反應比較沒有那麼快 所以說他很多事情其實都漫別人一步 那相對的我跟李兒那個時候在他身邊就是 會去拉他 會去推他 就是希望他可以 快一點 然後 我們會告訴他方向怎麼做 那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個時候教頭他剛升準師的時候 他都會去 接這個吹風 就是幫客人吹頭髮造型 那有一次呢 其實他 遇到的客人是一位女生 然後表情其實也蠻酷的 撲克臉 那其實我們 能理解 你剛升一個準師 要去幫客人吹頭髮 心理壓力真的非常大 因為你完全 有時候頭腦根本不知道到底怎麼用 那個時候我知道他一定很緊張 所以呢 我就去他的旁邊 幫他把客人的頭髮分成兩半 他吹一邊 我吹一邊 我吹 他在旁邊跟著照著我的方式吹 他的心也會比較沒那麼緊張 做出來的事情 也會比較穩一點 就這樣子的模式 其實一段時間之後 很順利的教頭終於 他成為了設計師 那 每次他在幫客人剪頭髮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在旁邊幫他注意一下 他有沒有哪些地方沒有剪好 那我們就跟他說 誒教頭 來一下來一下 這邊有一個東西給你看 然後其實呢 我們是要跟他說 誒那個地方沒有剪好 可能你要稍微修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剛升一個設計師其實沒有客員 非常辛苦 然後又是靠業績 沒有底薪 我跟獵人的話我們 都會把自己的客人 轉介紹給他 去做服務 兩個客人要燙頭髮 然後是我的首客 我就說 不然 今天你給我這個同事用好不好 他還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就給他用 就是 像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去帶他 把他帶起來 他退伍之後呢 不知道要去哪裡 他不想要再回去連鎖體系 因為他覺得 福利制度都不是他要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幫他介紹到 一間美髮店 是那種獨立一間的 讓他去那邊做 一年左右 那他的媽媽呢 就希望說 因為家裡本身有店面 就想說 他可以在家裡自己做 也就是大家現在所知道的 曼尼髮藝 其實我想表達就是說 什麼叫做 兄弟情 沒有血緣關係 可以稱兄道弟 當你有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絕對 會不顧任何一切 第一時間 一定是先關心你 這邊呢 先給大家看一個片段 就是我們一起當同事 然後我們 會常一起出去玩 非常久的一個影片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鏡頭下的我們 之間是怎麼認識的 也不了解我們過去 所有的一些相處 所以呢 我今天把一些 曾經我們所發生過的事情 精華濃縮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可以長達十年的友情 這就已經不是很一般了 如果你發現你的朋友 他是屬於會利用你 猜忌你 甚至是會去陷害你的 我相信 這段友情絕對不可能是維持十年 別人把時間花在 看著你追逐自己的夢想 是他浪費自己的時間 面對所有的攻擊 面對所有的謾罵 我並不會去想不開 覺得說 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意義了 我每天被攻擊 你們把時間花在這些地方上面 未來 你們給予別人的這一些 總有一天會回到你們身上 如果你的理智還清醒的話 就停止這一些沒有意義的攻擊 你死定了 等著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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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